老诗人看到这一句的话 先就定了 所以这个 法界 虚空 一切现象 佛在这里给我们讲 无有作者 这话是真的 不是佛造的 不是神造的 也不是上帝造的 上帝是上帝造的 上帝谁造的呢 无有作者是真的 无有作者 佛讲的是 心心事变 所以你要问到底 佛到最后答复你的 为心所信 为时所变 心能信 时能变 确实没有作者 故意解法 解不死意 龙树菩萨在中观论上告诉我们 诸法不自身 宇宙之间 属于一切一切法 绝不是自己身 这讲不通的 也不从他身 也不是他身 是不是自他共同身的呢 也不是 不共 那是不是没有原因身的呢 那也不是 不共不无因 后面下的结论 事故说无生 不共产生